請透過Patreon.com Backslash Ad Chin 支持我們背後的工作 捍衛最後自由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講到歐樂軒 可能他有苦衷 不過他講的都是不知所謂 根本上就像是癡了線一樣 我今天看到我一個舊同學 他在我的Facebook留言 他說即使是怎樣都好 你有什麼所謂苦衷 你做完這些事情 根本就是非常之離譜 以及是過了人的底線 根本你都不應該這樣 我不如在這裡再加多第三個項目 因為仁哥那裡講完了 銀丹那裡講完了 歐樂軒我沒有打算講的 since你們大家都是民主黨 他後來退了黨 是 他17年 我和歐樂軒和周小龍 和大耀廷 他回來的時候 在日本我們吃了一頓飯 這個可以公開的 都說 Herbert 周小龍都有講過 但是當時還沒抓 他回來 現在他的庭上 他還在做工 我想聽聽你覺得怎樣 這一點 首先他對戴耀廷 他說的 我的感覺就是把所有的責任 都推給戴教授 整個初選 他好像 他是 基本上是 知道所有的事情之後 說這件事是不應該做的 那就 沒有參與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解讀 我想聽聽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首先要了解少少 刑事訴訟程序 首先 控方開案陳詞圓筆 就是那個周天行 好像 是吧 應該是這個人 我見過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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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控官 好像是副刑事檢控專員 然後 他竟然請了第一個 PW1 應該是 就是這個歐樂軒 歐樂軒在這個控方 檢控官的盤問的內容 其實就沒有什麼新意 大家講的事情都知道 但是 他到了最後那天 他就開始講了少少 說 其實他 就是 當時大家意見不一 有些人 就覺得你們太過溫和了 要簽罵無悔 有些人就不用 好了 做完工了 然後 你現在看到那些 就是 他開始被盤 首先 他原本被控方的那些 就不是叫盤問 因為他是控方證人 那些叫主問 就是說 代表控方去答這些問題 現在 他就被被告人的律師 盤問 逐個逐個問 包括 石書銘 赫特潘 那些 就問他 那麼他開始 越講越多了 就說 我就很反對 攬炒的 嗯 也覺得 從來沒有人有興趣支持 說什麼 三十五加 是只有戴耀廷有興趣說的 不過到四月尾 那些人開始轉了 有少少人想討論一下 後來我也控制不了場面 因為那些人 自己 就差不多要兵變 意思是 如果你們不激進一點 我們就自己搞 那他開始說這些 就說 我很反對攬炒 我不支持攬炒 我也只是想 三十五加 怎樣可以多拿一些議席 那 他就希望達到三十五加 我想問一下 你達到三十五加的目的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是可以用來做最清楚的 不是就是推翻政府的議案 過半數嘛 那你要達到三十五加 你又不是用來推翻政府議案 用來做什麼呢 第二 《基本法》說 一定要通過財政預算案的嗎 你那些建制派 政府推出來的那些 你都不經思考 你都贊成的 是不是犯法呢 他因為他說 他沒有看過 建制那邊現在不需要讀任何東西 因為他說 無差別通過一個 無差別否決一個議案 就是犯法 那如果無差別通過一個議案 是不是都是犯法呢 其實應該都是 因為你是失職 失去這個公職 不要驚大佬 衝過議案 是吧 而且你歐樂軒 你講的那個情況 講的那些事情 就是開始 他開始 初頭他說 希望他的公辭 可以令到部分人減應 但是他現在開始指控化 現在有16個人是不認罪的 你要記住 他就說 因為有些人很激進 繼續支持攬炒 繼續支持35家 還有要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和戴耀廷有很大的分歧 他推的責任不止在戴耀廷身上 還在這16個被告身上 這16個被告就是 他現在就是以有所指 就是我初頭 我對這個人 我是認識 但是不熟 但是我不覺得這個人 會這樣說話 但是我現在真的發現 他為什麼真的這樣說話 就是 我不管他有什麼苦衷 我一個朋友說 你有什麼苦衷 你不可以超越人性的一個 最基準的東西 就是你家裡被人扣住 你都是要有個人性的 就是你現在是在害16個人 你是不是保住你家裡的人 16條人命 我不知道 就是整件事 就是歐六軒 整件事就是 現在他天天還要繼續盤問 我想起碼是一兩星期了 因為有16個被告這麼多 然後一個大律師代表兩個 都要問八次 那有段時間去問 但是歐六軒 我不知道他怎麼面對他自己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就是 由始至終你政府 當然了 這件事是政府鋪排的 還有你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細節 就是在2020年7月13日 好像 或者9日 我不肯定 他 是私下自己 會見 時任 政制及內定 事務局局長 事務局政治助理 吳景俊 我沒有留意 這個 他是私下找這個人的 那你還問他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怎麼做 怎麼解決 是不會被人告 他是當時自己找 是in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就是of其他人 那些參與初選的人 是不知道的 他是找吳景俊 吳景俊 大家知道是誰 以前是TVV的 好像 他是記者 所以他這件事 我覺得整件事 他自己是 一早可能知道會出事 他就會鋪排定一個 就是有機會的 possible defense 我不知道 現在他被人在盤問 course examine 我希望這個人 拿出來出來良知 因為當年 港島區補選 周庭被人DQ了 我們是大力支持他的 黨友前 就是希望你拿回一點點良知 不過當然 你未必聽到網台的了 不過 唉 我都不會講 總之 很sad 這段時間是 其實都另外一個就是 很關注就是 趙家賢會講些什麼 趙家賢就是民主動力 趙家賢 趙家賢 在我認識的趙家賢 只是一隻甘春仔 就是我意思是 他是很怕事的 就是如果你控制他 他會變的 還有他的人是 就是 說就說是比較和理非的那些 就是 那時候因為 我一來我本身是民主黨認識他 二來我和他一起上課 是40個小時的 是那些mediation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那個人 雖然我是相對認識的 那他是 是 他是很慘的 咬掉了耳朵 那個人都判了14年監 那但是 他 如果又是說一些 更出賣我們的東西呢 我覺得呢 就真的很難說 鍾錦倫我不知道 但是趙家賢 我推斷呢 他講的那些東西呢 都應該是有相當爆炸性 或者呢 他會講到自己是很 就是一個 在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現在有四個策劃人 包括 大耀廷 鍾錦倫 趙家賢 歐樂軒 這四個人是策劃人 其他那些是參與者 那這四個人的 罪責一定是最大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他一定呢 就是到時候 會講到他自己 可能是一個opposition 那其他人都反對 那他一個人 就是其餘 那他都控制不了 還有你記得 歐樂軒說一個說話 他說 就是不好意思 要說回他 他說 其實我當時都很反對 但是要停講這些 什麼三十五家攬炒啊 又說要否決裁議書案 那有人問他 那你有沒有表達不滿 或者反對 那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都差不多大股議定了 那也都表達反對 都沒有用的時候 那我沒有表達到 嗯 就是他可以這樣說話的 就是證實了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意思是 你的credibility 都挺差的哦 就是如果按照你所說 哦 原來你反對 不過你又不出聲 但是你又表面上 扮到很支持 那你究竟你什麼時候 說話是真的呢 什麼時候 說話是扮到很 講真話那樣的呢 我都不知道 就是如果我是他的大狀呢 我第一時間 就attack他的credibility 我其實是很關注趙家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和一些小的 三文組織 其實是很慘的 三文組織想去選區議會那些 永遠是拿一些最差的位子的 就是那個是 所以 你認識Johnny Fogg 就是現在 其實Johnny他們呢 當時一早已經搞了一個 反自動當選的一個論壇 在灣仔那裡搞的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七八月差不多 19年 那他們當時 其實趙家賢以我聽聞 都 就是他們組織都幾惡的 就是都幾話是權 是一個霸權 其實就是民主動力是一個霸權 雖然你是民主黨 我也想說我不是民主黨 我什麼黨都不是 就是我們有個組織 就是有很多前公務員 什麼行業都有 2047香港監察 就是我的assessment就是 香港其實 你說民主進程 當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就是最差的就是民主動力 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個 攬了權的東西 它就不會給一些 別的小的組織去 叫做有些 有個presence在那裡 其實都是很差的 但是 其實這些是當初的年輕人 就是反對大台的想法 其實當初他們 有些年輕人都反對初選 因為他們覺得初選 其實只是一個 都是一個大台的一個 一個表彰 就是一個彰顯 一個大台的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方法來的 因為你要經過screening 又要經過怎樣怎樣 但是 結果大家都妥協 就是一些很激進的人 都參選了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認識的劉永康 這個劉永康我認識 很激進的 聰明一下 現在拿A在監獄上 你知道嗎? 是嗎?拿A嗎? 我不知道 他讀翻譯 聰明一下 聰明一下 我先公開一下他 要找他女朋友上來談一下 Amen 是嗎?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所以他多次在街上鼓勵我 那是誰?劉永康還是他女友? 劉永康 劉永康 在1920年那個抗爭 但是如果你用那種方式去限制那些人去參選 或者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都是有些問題的 當然了 初選機制如果大家同意而參選 玩這個遊戲的東西 那都沒有問題了 你同樣會看到的 有些自稱民主派的人 又是去了參選立法會 當2020年的時候 他都是說自己是民主派的 他沒有參加初選的 舉個例子 就是那個呢 在新界西那個前 那個熱狗 那個叫什麼名字? 什麼博士 那個 是的 我忘記了什麼博 現在不是議員 現在不是議員 鄭松泰 是嗎? 鄭松泰 是啦 泰博 他說 他當時就是照參選 他沒有參選 他就也要照參選 有些人是不理你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霸道到一個境界 是完全不理會 考慮有些人 一看到那個人 你不是憑那個能力 而你對一個人 自己個人的impassion 去reject一個人 去做一個candidate 這個初選 這樣都不行的 這時候呢 我覺得就過分一點了 趙家賢呢 你看著 我相信歐樂軒之後 如果 我不知道下一個是林景嵐 還是趙家賢 但是呢 如果是趙家賢的話呢 我相信 他會說的話呢 是相當有爆炸性的 這樣啦 OK 那去到最後了 我們再說回 何俊仁的弟弟 和仁哥的太太 和仁哥的太太的妹 全部扣起那些護照 現在是什麼玩法呢? 就是基本上 你能夠進入香港的境 未必能夠出回去 以及你 困在香港的大監獄 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感覺 就是對國際社會來看 就是你不要說 大家就是把這個attention 本來由蔡天鳳 故意轉一轉 但是你拿了別人的出入自由權 就是這件事很 其實都是一個大新聞 你對於任何做business想在香港 再讓他講好香港故事 這些是極度差的事情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香港故事 但是我就是知道 就是你 他現在說 你知道現在我們香港很複雜的 說話呢 法官呢 是要這樣說的 要扣起那個人 這次不是法官 因為這次是Police Bell 所以是警察的 通常就要扣起那個人的護照 旅遊證件 你以為說完了 然後還要加上BNO 因為為什麼呢 那次我就在現場聽著了 他就說這個人 寶西他願意 他願意surrender他自己的 所有護照和旅遊證件 接著那個人就問 接著那個控方 好像就是楊美琦 就是現在的刑事檢控專員就問 但是BNO 根據國家定 不是護照 又不是旅遊證件來的 那蘇維德馬上說 哦 這樣 要扣起護照 旅遊證件 以及BNO 就是要這樣說的 就是很 就是撿起來 總之你出不了境 什麼都不讓你走的 就是他要困住你 而且他可以不停的renew你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有一宗國安案在身上的 但是大家已經沒有見過這個人了 他沒有告過他的 周庭 記得周庭當日 是被人因為國安法被人抓過的 是7月 7月尾左右 2020年 跟著他進了監獄 因為他犯 就是因為另一件事 出了監獄之後 其實他都走不了 他現在去了哪裡 人間政法 人間政法基本上 至少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的護照 我看回這個所謂的國安法 還有什麼實施細則 第42條的實施細則 是可以不停renew 那個扣留那個護照時間的 是警察的 在警察的程序 不是法庭 所以 你要覺得香港現在還沒有 你要經過法庭 當然法庭都是一個shame 去煙幕 其實根本就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審案 但是現在連警察 不是一個法律的機構 不是一個法庭的司法機構 都是一個行政機關 基本上 他都有這個權力 去扣起你所有的東西 就是說 那種恐怖程度 我覺得 不如你直接 不如叫他改名叫什麼KBG KBGP 是的 這些就對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要問一下 現在這麼流行 真的要問一下這個 這個check checkGPT 問一下它究竟 這個扣留人家的護照 是不是違反人權 看看人家 這個AI 看看聲色答我這個問題 有沒有玩過啊 checkGPT 每個人都在玩著 怎麼都要了解一下 什麼新的進展 下次見到你再跟你玩一下 好 好 這樣就 不過今天的話題 雖然我們好像稀笑老話那樣 不過就絕對是很serious的 很serious 你最後可不可以報一報 有沒有新消息啊 那個班長那裡報了兩個 那個班長的新消息 我不知道班到哪裡 我先看看 和恩志丹有沒有班長呢 其實我都不是很care的了 班到哪裡啊 現在有成 接近900人在這裡看我們live 大家現在班到哪裡啊 哪個高人啊 告訴我們 真的不知道 我先去看 看看 女主角 這個 班到女主角 沒有 班到11點了 其實最高潮的東西 就是最佳影片 最佳男女主角啊 那些差不多去到 就是Oscar那個東西呢 就是玩三個小時 就是玩到12點 就是沒有那麼快 所以現在呢 就是我覺得東岸時間 是8點鐘開始啦 那8點鐘就是 說了一些開場白而已 現在班了都是剛剛開始 都沒有去到中段 所以 有排 有排 我不知道 那我呢 如果我認我比呢 最佳男主角 up to 現在呢 我 因為太多戲看 現在太多戲上映著 實在 包括鍾佩權那單 那現在最佳男主角 我暫時只能夠 幫到給歐樂軒而已 因為他的戲實在 出神入化 連我 作為認識的人 都被他騙了 那所以呢 真的 實至名歸